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千诚汤密 在过去的1800年里,老虎总共杀害了37万3000多人 其中一只母老虎吃了数量最多,一生杀害了436人 被列入吉利斯记录 这只母老虎就是来自100年前的雌姓孟加拉虎,名叫查姆帕瓦特 当然,它也不是一出生就把能力当作盘中昌 在它年轻的时候骁勇上仗 不管是在捕猎还是在扩张领地 它的仗迹尤为突出 老虎与老虎之间争夺领地,那是常有的事 经常打到双方伤痕累累 失败者就要夹尾巴逃跑 母老虎长姆帕瓦特也不是常胜将军 随着联机的增长,它再也打不动了 最终败给一只年轻的老虎 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的领地,四处流浪 多年的增长导致连迈的它右上拳齿断了一半 右下拳齿齐根断掉 这个永久性的伤害让它无法掠食其他大型食草动物 这只母老虎最开始生活在尼泊尔境内 没有了捕猎的全齿 这只老虎经常挨饿 只能四处寻找小型动物 但小型动物真是吃不饱 直到有一天 它在尼泊尔的乡村附近吃了一个人 吃完之后 这只母老虎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把人类列入它的菜单 可能它觉得人类不但好吃,还很好抓 吃了很多人之后 这只母老虎还开始挑食 能吃到年轻的少女和小孩 就绝不吃壮汉与老人 就这样 这只母老虎在尼泊尔当地吃了二百多人 尼泊尔本身人口就不多 照这样吃下去那还了得 于是国外为了彻底解决虎患 甚至调动了军队对母老虎进行抓捕 然而这只母老虎像幽灵一般从境内消失 回归平静的村民也不知道母老虎去了哪里 在这不久之后 印度北部边境的一个贫穷小镇 突然出现了老虎吃人事件 作案手法跟当初在尼泊尔吃人的孟加拉虎 卢出一辙 原来这只老虎跨过印尼边境来到了印度 这只母老虎很大胆 有时甚至会在白天堂而还之地进入村庄 然后在印度边境的多个村庄又吃了二百多人 这时的印度也组织了很多猎人 但也一直抓不到它 那么这只老虎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击毙它的人是英国著名的传奇猎手吉姆卡比特 那是在1907年 吉姆发现这只老虎吃了一个16岁的女孩 吃的只剩下一条腿 顺着血迹找到了老虎 用枪瞄准它 结束了它的罪恶 据统计 这只母老虎前前后后吃了两国436能 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十能记录 从此之后 只要发现吃过人的动物 不论言由一律击毙 不论言由一律击毙 162 7 直人 2 2 4 5 5 4 9